1928年7月,军阀孙殿英疯狂盗挖清代皇陵,在这些帝王级的随葬品中,最珍贵的是一柄九龙宝剑,但正是这柄宝剑为它的拥有者带来了无尽的厄运。 而有一个人则发现这柄宝剑之中,潜藏着两千年前的一段秘密。 古董局中局第三部略报清淡,带您了解古董行当里的江湖险恶与文化传承。 作者马伯雍 吴玉文一听此言,立刻把那张阴帘给换掉了,喜笑颜开,把名片收好。 两个人又客套了几句,许一成不经意的一抬眼。 一成此来啊,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,求吴队长帮忙。 吴玉文知道,这是要提条件了,一拍胸脯。 只要兄弟我能做到的,义不容辞。 许一成说,那天拍卖的物件当中啊,有一件铜庆,不知吴队长可还有印象,其实从何而来吗? 吴玉文一愣,随即就笑道,怎么,王老板家又闹鬼了? 他身为真机处长,京城耳目众多,这点小事啊,瞒不住的。 许一成不能说出东陵的事,这些人呢,都是贪狼星转世,如果知道那是一条生财之道,那断然不会放过。 索性啊,他就将错就错,回答说,我呀,是帮人帮到底,问下这东西的源头,也好对症下药,帮他取血呀。 吴玉文双手暴毙,陷入沉思。 他不懂古案,所有收藏呢,都是从犯人家里边抄出来的,能抄多少,抄多少,经手的数量一大,他自个儿也记不清楚了。 许一成盯着他的脸,用手指敲了敲桌子,脑子里也在飞快地转动。 熟慎黄贵妃的墓,是三月二十九被倒,到了五月,这个同庆就落到了吴玉文手里,这期间周折肯定不长,如果要追其来源,从吴玉文这边,最快不过。 吴玉文实在想不出来,一拍桌子,说道, 长发,进来,然后,一个马脸的愣小子,就跑进办公室,说你找我。 吴玉文说道,咱们原来弄过一个同庆,你记不记得,从哪儿弄来的? 那个长发,挠了挠脑袋,想了一圈,拍了一巴掌,说呀,是从裴汉林家,拿来赎儿子的。 许一成这才知道,原来在上个月中,六马路的日本商人,报案,说丢了一批烟土,警察听一查,是一个姓裴的小子干的,人赃俱祸,当时就给拘了回来。 他爹,是前卿的一个汉林,如数上缴了罚款,还送了吴玉文几件古丸,这才把人给赎回去,其中就有这件同庆。 那位汉林,是不是叫做裴涛? 那个叫长发的小子,就找出当时的宝叔来,一看底下的签名,果然龙飞凤舞的两个字,裴涛。 许一成眉头一盏,笑了,原来是他呀。 这位裴涛裴汉林,在京城古董界,算是一位名人,不是因为他文采风流,而是因为这老头子对古物非常的痴迷,到处的搜罗。 可惜的是,他眼力欠佳,收的东西几乎都是验柄,好多骗子就时常上门来找他卖假东西。 裴涵林家里,藏着福西式的九级金币,大禹的青铜亭,阎鲁公,济直纹的踏石,唐太宗的二十寸窥口大盘,经常孤方自赏。 感叹啊,世人都是不识货的蠢材,当然啊,这些已经成了古董界,茶余饭后的笑谈了。 东陵的盗墓者,居然把佟庆卖到了裴看林家去,这个真是一个好算计。 佟庆是东陵的陪葬物件,留到市面上,难保不被人发现。 而裴看林名声太差,佟庆收在他手里,根本不会有人当真。 徐一诚问道,他送这件佟庆的时候,有没有说是哪个朝代的? 这一下可把那个长发给难住了,他不认字,抓耳挠塞半天,说好像提了一句是什么周代的货。 徐一诚听了,有点懵,佛教那是汉代才传入中国的,周代那会儿,佛祖还没出声呢, 这个裴汉林是再糊涂,也不至于买一个周代的佛家法器吧。 徐一诚又追问了一句,哪个周? 对于,那个长发转着手掌,说这可把他难住了,说好像不是什么五周,就是个六周。 反复的念头,听他这么一说,徐一诚才明白,五周,那是武则天称帝那会儿了,他呀,没用大唐的国号改为大周。 武则天读信佛法是出了名的,估计啊,卖家说那佟庆是他亲自敲过的法器,那位裴汉林也就真信了。 麻烦在于啊,裴汉林这个人虽然见谷水平不济,但是那脾气却是挚扭得很。 他呀,自信绝无走眼,是简陋胜手,谁敢说他的藏品是假的,那一定是出于嫉妒。 包括五脉在内,京城里边正经玩古玩的人都被他骂过一遍。 他最常说的一句话,就是你们这么能带,你们怎么不是汉林呢? 这么一个固执的老头,要想从他嘴里边捞点东西,那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 徐医成心中一转,大概有了主意,然后又不动声色地跟吴玉文闲扯了两句,起身告辞。 一走下警察厅的窄台阶,他就左右张望找黄包车,忽然看到对面茶馆里边有人喊他的名字。 徐医成一抬头,看到刘一鸣和黄克武正趴在街边的茶座冲得挥手。 徐医成没想到,这两个小家伙居然守在这儿,略微一愣,然后草了过去。 茶馆叫天慧轩,当年是提督衙门的差异门经常聚的地方。 后来提督衙门改成了警察厅,这里就更热闹了,只要是打官司,跑人情的,刺探,消息的都来这儿喝茶,顺便盯着对面的动静。 老北京说,去天慧轩喝茶,意思呢,就是惹上官司了。 最近,战事纷乱,茶馆里头人也不多,徐医成一进了茶馆,一屁股坐到硫磺二人对面。 黄克武叫伙计,加了个茶碗,给徐医成倒了一杯,徐医成也不客气,一扬脖就喝了个金光。 两个人的茶壶也不知道是第几次蓄水了,茶水,平淡,无味,看来是挡了一阵子了。 徐医成把杯子搁下,食指交叠,似笑非笑地问,你们两个都听说了。 二人点点头,都露出粪粪的神色。 其实啊,沈默和许耀二人在宿顶阁里边的谈话内容并未公布,但是,刘一鸣从药肾行的一系列动作里边,轻而易举地就推断出了谈话的结果。 既然知道,五脉不会插手此事,你们又为何来找我? 他们,他们又想做窝头乌龟,把责任推给您一个人,我们实在砍不下去。 黄克武愤愤不平地说道,刘一鸣也跟着严肃地点了点头。 徐医成竖几根指头,正色说道,这你可就说错了。 调查东陵道案,不是沈老爷子或要的个推给我的,是我自愿的。 有些事情旁人看着再蠢,也得有人去做。 还记得当年谭思彤说过的话吗? 自古未闻变法不流血而成功者。 有之则从四童使。 一提谭思彤,黄克武血迹呼的一下涌了过来。 谭思彤最好的朋友就是大刀王武,那个是京城武术界所有年轻人的偶像。 他一拍胸脯脱口而出,习武之人最强一切,路见不平,马刀相助。 许说,你要当谭思彤,我俩就当您的大刀王武。 刘一鸣推了黄克武一把,让他别胡说,不吉利。 黄克武吐了吐舌头,刘一鸣转头对许一诚说道, 双拳难敌四手,这趟差事您一个人办太难了,得有几个帮手吧。 您呢,甭担心五脉,我们两个以个人名义参加,他们管不着。 这次东陵的事啊,太过凶险,说不定会有性命的危险。 你们是五脉的种子,可不能出事啊。 这话呀,不说还好,一说出来,俩人当时就炸了,纷纷表示这是瞧不起人。 黄克武耿着脖子,甚至说要签一个生死状,性命他们自己担着。 来回争了几个回合,饶是许一诚啊,也被这两个热血的青年吵得是头云眼花。 无奈,他揉了揉太阳穴。 你们两个真想帮忙啊,两个人异口同声的说是。 许一诚说,那好,按照咱们五脉的老规矩来办,我给你们出一道保题,做出来,我就答应你们,做不出来,就回家去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,古董局中局第三部,略保清单,由喜马拉雅出品,骆驼演播。 黄克武和刘一鸣面面相觑。 保题是五脉针对小资本的入门培训,长辈会给出一件物件,可能是古丸,也可能是金物,不给任何的提示。 要求说出这件物品特色何在,值钱在哪里,或者蕴藏着什么门道,一物一提。 保题的目的不是变真假,主要是培养孩子对各种物件的观察和熟悉程度,这样是建古的基本功。 他们两个都是各门的精英子弟,从小到大,保题不知道做过多少,现在一听许一诚要出保题,大为兴奋。 黄克武一拍桌子,许叔,你不能食言。 你看我这身材就知道了,从来不食颜而肥啊。 他想了想,又说道,我今天出来也没带什么东西,就在茶馆里边出题吧。 就他吧。 刘一鸣和黄克武同时抬头,看到许一诚指尖的延伸线上,是茶馆贵后的一座神龛。 刊里供着一包红纸的木牌,正面贴着金简的五个大字,天地君亲师。 这,这有什么可说的啊? 天,地,君,亲,师,五个字,是儒学认为要祭拜的五位对象,象征了伦理刚常。 这五个字古以有之,但是呢,到了雍正年间定下了次序, 供这五个字的牌位的地方也多了起来。 无论是私宅中堂,私塾,祠堂,书房,商铺,衙门,还是茶馆都得给他准备个位置。 任何一位老夫子都可以就这五个字喋喋不休地说上一天。 刘晃二人心想,这题未必太简单了吧。 许一成的指头在半空上一滑,我给你们出的题不是那个牌位,而是牌位上的字。 他俩一听,又把视线挪了过去,想看出啊,有什么端倪。 许一成站起身来,掏出一把铜圆付了茶钱。 我正好还有点东西要去准备,你们俩慢慢琢磨,半天以后咱们还在这儿见,然后他转身就走了。 刘晃二人顾不上跟他道别,举精会神地在研究那五个字。 字是管阁体,但是写得有点丑,天地二字扁扁的,跟后边那三个字啊,大小不搭。 那个君子底下那个口封得有些拘谨,而钦和诗甚至还缺了几笔,整个看起来啊,潦草得很。 可是啊,这是宝提,跟真假没关系,不是找破绽,而是寻道理。 两个人从小在家族里长大,这五个字不知看过多少遍,真不知道这里头啊,还能有什么奥秘。 哎,你看出来没有? 黄克武问道,刘一鸣摇摇头,仍旧是盯着那几个字看。 黄克武拿起茶壶,给自己倒了一杯淡而无味的茶水,但是却捏在手里边不喝。 过了好一阵子,刘一鸣摘下眼镜,揉了揉眼睛,问黄克武,你还记不记得五脉祠堂里贴的那张是怎么写的? 黄克武把杯子重重地搁下,咱,咱们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? 于是,两个人连忙离开茶馆,跑去五脉的祠堂。 令他们惊讶的是,家里边祠堂前的五字红纸木牌,虽然书法比茶馆香得多,但是写法却极其地相似。 天地二字混贬,君字有点拘谨,亲和诗少了一笔,而就连缺失的位置都一样,就跟商量好了似的。 二人大为吃惊,又跑去别处转了几圈,甚至还去了国子建,发现京城里的五字牌位大部分都是这么写的,也有不这么写的,但是那些都是心力的牌位。 有些东西太过习以为常,反而就不会重视,他们从小看得太多,所以呢,对这五个字从来没留意过,已经提醒,他们才发现,这里头居然还隐藏着从未发现的细节。 若是因为一道保题而不能参加许书的大事,那可要爆汗终生了。 黄克武有点犹豫,要不咱,咱们问别人去,然后又赶紧摇了摇头,不成不成,这,这不就作弊了吗? 听到这句话,刘一鸣眼镜后边的眼神一闪,拍了一下身旁的石碑,开口说道, 客武,你说,许书为什么要给我们出保题? 黄克武恶然,他不知道刘一鸣为何要问这个,刘一鸣也没打算让他回答,自顾自地说道。 如果许书不想让我们插手,那直接出一道真伪辨别的难题,咱们俩就没戏了。 可是,他却出了一道保题,保题是干什么的,不是辨认真假,而是在教我们道理。 说到这儿,他忽然跳了起来。 我明白了,许书不是要拒绝我们,而是想借着出题,让咱们明白这五个字里边隐藏的道理。 这,这不又回到老问题了吗?咱们不知道是什么道理啊? 你第一次被大人们保题,是怎么解决的? 我爹拿了一把戒子也让我做,我说不出门道,又怕挨打,只能到处去问,最后问到沈二哥家。 他家亲子们,精通木器,我帮他做了三天木匠活,他才告诉我的,说椅子是训诫小辈坐姿,象征君子,正金为座的。 对,就是这样,保题的用意不是难为你,而是逼着你主动去找,去问,这样学来的东西,比老师教的更老。 许书出保题,就是让我们去寻找其中的道理,不正是要请教别人吗? 他,想通了此处的细节,撒腿就跑,黄克武,也紧紧地跟了上去。 半天之后,许义成重回天鹤轩,刘一鸣和黄克武已经坐在对面,满脸的笑容。 许义成一坐下,就问他们那五个字,有没有弄清楚? 刘一鸣朗生说道,天,地,二字宽鞋,取天宽地阔之意。 君字,下方,口字封言,寓意君王口不乱开。 亲字,目无底,寓意亲不闭目。 诗,无左撇,以为老师不当撇开。 许义成轻轻鼓励下场,完全正确,谁告诉你们的? 刘一鸣说他们问了好几个人,最后是国子剑边上一个六弯的老学究告诉他们的。 许义成未探讨,这五个字的本意啊,就是要讲清一番道理。 可是现在,事风日下,很多人光知道这五个字,天天顶礼膜拜,却不知其中的深意,可谓是买毒还珠啊。 他看了两个小家伙一眼,然后竖起指头。 其实啊,每样东西里头都藏着一个道理,看透他的道理,可比算计其价钱更有意义。 刘一鸣反应很快,考古与建宝的差别,即在于此。 所以,您想告诉我们的是,调查东陵之事,出于攻心,与其中古玩价值多少钱,没有关系。 许义成面空上浮现出了笑容,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。 黄克武不管这些弯弯绕,嗡声嗡气地说道,这么说,我们两个可以碰您了。 许义成故作无奈,我现在就算不答应,你们也不干呢。 两个人呢,一阵地欢呼,引得周围的查客纷纷看过来。 那,许书,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? 刘一鸣问道,许义成把目前调查的进度略作解说,然后开始分配任务。 可恶啊,一会儿呢,你跟我去一趟陪汉林家。 黄克武一听,一下顶着了腰杆,满脸的欢喜。 许义成又看了一眼刘一鸣。 至于,一鸣你,回五脉去吧。 刘一鸣先是一愣,随即嘴角微巧,面露兴奋,仿佛啊,察觉到了对方的意图。 许义成说,看来啊,真的是什么也麻不了你。 然后,他从怀里掏出一叠信纸,云边红格,伤到密密麻麻有许多莫子。 我叫你回五脉,不是信不着你,而是想请你帮我暗中调查一件事。 这是,这是书慎黄贵妃墓里陪葬名录与特征,父劳工亲自写的。 你回到五脉,设法搞清楚市面上是否有名单上的东西出现过。 沈默已经表态,五脉不参与此事。 许义成让刘一鸣回去,自然是想要偷偷地利用人脉,理应外合。 刘一鸣想到自己成了许义成安插在五脉中的间谍,心中啊,也是一阵的窃喜。 跟随许义成去调查,不算什么,凭借自己的真本事做出巨大的贡献,这才是刘一鸣想要的。 可是,咱们不是已经有了同庆的下落吗?为何还要去查其他的东西? 你再仔细看看。 他把信纸打开,忽然发现一共有两张,明显是两份名单,不由一惊。 许义成低声解释了几句,刘一鸣嗷了一声,把信纸,郑重其事地叠了两叠,揣到怀里,恢复到滴水不漏的身态。 时不宜迟,咱们尽快开始,预祝马到成功。 刘一鸣和黄克武一听,连忙要拱手,却看到许义成笑眯眯地伸出右手过来。 两个人对视一眼,也各自伸出右臂,三只手紧紧地握了握。 他们俩觉得呀,这个礼节颇为的新鲜,比拱手更加的亲近。 握拔了手,刘一鸣就带着名单高高兴兴地离去,留下黄克武站在原地,腰杆挺得笔直。 就是啊,眼神老往左右的瓢,显得有些局促。 以往都是刘一鸣出主意,他照办,现在啊,两个人分开行动,黄克武要单独面对偶像,多少有点紧张。 许义成端详地变客,突然后退一步,伸出右掌,朝他轻轻一推。 黄克武平时见招拆招习惯了,下意识地左臂一弯,身子轻转,连销带打。 两个人过了三四招,许义成收住了招数。 家势不错啊,你们皇家向来是文武兼修,你的行义拳练了多少年了? 哎,十一年了,黄克武回答。 哦,童子宫啊,不得了,你师父是谁? 大兴,宋士德,不过武脉有规矩,习武不是正义,所以啊,我们师徒相称,却列入山墙。 黄克武说到这些习武的话题,神情就轻松多了,然后就问道,怎么,你也会这个? 嗨,我呀,就是花拳绣腿,健身而已。 许义成一拍手,双眼朝远处往去。 接下来,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敌人,我不能分心,就靠你保护了。 黄克武一顶胸膛,大声地说道,您放心。 有我在,绝对不会让别人碰掉您一根汗毛。 说完,他又警惕地朝左右看去。 许义成笑着说,也不必这么紧张,咱们呢,现在还没开始调查呢。 黄克武挠挠头,不太好意思地笑了起来。 离开茶馆,许义成就问黄克武从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裴汉林。 黄克武老老实实地说,听他爹嘀咕,说呀,那个老头子又蠢又顽固,脑袋比卢沟桥的狮子都硬。 然后又问许义成,咱们该怎么对付他。 许义成已拍衣服,我已经有了几个办法,不过既然有你在,咱们先这么试一下。 黄克武看到那衣服高高隆起,里边似乎藏着什么东西,大概是许义成这半天准备出来的。 许义成忽然问道,诶,可恶啊,你有没有演过话剧啊? 诶,那是什么呀,没参加过? 黄克武呆冷冷的。 许义成,黑黑一笑,猛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,这次啊,你可以试试。 说完,他迈步就走,不明就里的黄克武赶紧跟上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,古董局中局第三部,略保清单,由喜马拉雅出品,落途演播。 陪涛,陪汉林,夹在东直门,临街不远,虽然不是豪门府邸,但是呢,门面相当敞亮,左右还各贴着一副管阁体的对子。 东海日南,旧瞻王会,服输道藏,依据可言,横批,玉堂亲密。 玉堂是汉林院的雅称,亲密是汉林院的别号。 可见呢,这位老先生对自己前清汉林的身份非常的自得,唯恐旁人不知。 门口的杨树下,常年都蹲着几辆黄包车。 车夫们都知道,时常有人呢,要去陪汉林家卖古董,出来身上都带着真金白银。 心情好,坐车都愿意多打赏几个。 这不,一个车夫现在正斜靠在车座上,布毛巾盖在脸上,正犯着瞌睡。 忽然,他被同伴给捅醒,他揉揉眼睛,同伴说快看, 裴汉林呢,又有买卖上门了,而且这回还是个小孩。 那群车夫定睛一看,看着一个身穿绸缎衫的少年,怀揣着布包,探头探脑的,到了陪府的门口。 少年虎头虎脑,在门口转了几圈,几次想走,又几次转了回来,一直是犹豫不决。 脑袋一直低着,生怕让人瞧瞧。 车夫们在旁边,看得有些不耐烦了,就吹口哨,起哭。 少年吓了一跳,脸色一红,这才下了决心,去扣动府门。 不过多时,裴家的一个胖丫鬟来开门,一看是一个抱着布包的青年后生, 就知道啊,这大概又是给老爷献跑的,见怪不怪。 丫鬟问他的名字,少年长红了脸,不敢说, 翻过来,调过去就那么一句话,说呀,要见裴汉林买东西。 丫鬟没办法,去回禀老爷,裴汉林听着一乐,那就说先把他叫起来吧。 结果呀,少年又不肯,说身宅大院,进去就出不来了。 这个裴汉林呢,也是哭笑不得。 不过呀,献保之事,不具身份,脾气越怪,东西说不定就越好。 于是呢,他就亲自来到了门口。 少年见了裴汉林,直通通的就告诉裴汉林,说呀,我这儿有件东西,你买不买。 古董行一般不说买卖,都说让,这家伙一上来就说了一句买东西,一听就是外行人。 裴汉林捋了捋花白的胡子,笑着说要买什么,他得先看看。 少年把布包一打开,里头搁着个木鱼。 木鱼挤圆中空,两侧弯成双龙携手,腹部卧虎,做工相当精美。 裴汉林一见这个木鱼,雕工不凡,先有了几分喜欢,从少年手里边揭露过去,伸手摩索了一番。 这个木鱼,质地那是紫檀的,不过表皮灰白暗雅,像是日经月累,摩世而成的, 只是隐隐地透着几分檀木的光泽,看上去颇有些古意。 裴汉林听人说过,瓷器看右,木器看漆,凡是木器,老物的漆暗而拨,心物的亮而游。 他呀,自负是健保圣手,伸手就去蹭这个木鱼身上的表皮,感觉有些毛刺刺的。 这是漆面常年累月被石成极小的缝隙所导致的。 若是假的,碎不成这么均匀,只会裂成大块。 于是裴汉林立刻做出判断,这木鱼啊,年代肯定不尽。 他放下木鱼,问少年说这东西是哪儿来的。 少年脸色又红了,说买就买,别问他是哪儿来的。 裴汉林一缕胡子,语重心长地说,今日啊,幸亏遇到了他裴汉林,然后呢,又说不妨教你一下做人的规矩。 卖人器物,必须得说清来历,不然这要是贼赃的话,岂不是献他裴汉林于不义吗? 孔子尚且不饮道权之水呢。 这少年一听那个道字,脸色顿时大变,一把夺回了木鱼,说不卖了,转身就走。 陪看林一看,这哪儿行啊,赶紧又把他拽了回来,说呀,只不过是打了个比方。 两个人就在门口拉扯,突然从街对面跑过来一个男子,身材奇长,脸色蜡黄,戴着一副小圆墨镜,手里拿着根文明棍。 少年一看是他,吓得立刻把包裹一卷,矮身就要跑,但是啊,却被那个蜡黄脸一把拎住了衣领,破口大骂,说不长进的东西,又偷家里的东西。 劈手就把那包裹给夺了下来,然后挥起文明棍,狠狠地打了他。 这个少年就跟被火了了似的,猛一蹦高。 周围围观的车夫,一阵的起步,都兴奋得不得了。 蜡黄脸,打完了少年,冲陪汉林,献意,一拱手。 这个兔崽子,把家里边家传的宝贝偷出来换烟土,家门进入, 让您解销了。 陪汉林一听,顿时就感同身受。 他那个儿子,也是抽大烟上瘾,上个月啊,就因为偷了人家的烟土,差点被抓到牢里去。 眼前,又是一个偷自己家东西,出来卖的家贼。 那个蜡黄脸,把布包一卷,转身要走。 陪汉林赶紧把他拦住,说,这位先生,您刚才说,这是你们家的家传之宝吗? 木云虽然看着古老,但毕竟是些木器。 陪汉林觉得呀,这值不了多少钱。 如今听说,他居然是一件船家之宝,可见背后必有名堂。 陪汉林一向自况是简陋高手,与草莽之间就会无数的质宝,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啊? 那个蜡黄脸犹豫了一下,说,没错,这个呀,就是他们家的家传宝贝。 陪汉林说他是前卿的汉林,经验过不少古,是才略做赏剑,没看出这木鱼有何家传之妙。 那个蜡黄脸一听,顿时不敢了,他呀,把布包重新打开,指着木鱼,说这话可不能乱讲。 这个木鱼,当年可是在唐明皇的明堂礼服的时候用过的。 陪汉林一经,问到说是唐明皇,辣黄脸说对啊,唐明皇给杨贵妃建的明堂,戏文里都这么写的。 陪汉林哈哈大笑,手指点着那个人,说这可真是一笑大方。 明堂乃是武则天所见,后有天堂,终有大佛,后来呢,毁于大火,跟李隆基,杨玉桓没什么关系。 然后又说这个蜡黄脸真是无知。 蜡黄脸面色大惊,问陪汉林这真的假的,陪汉林说,我一个汉林还能骗你不成吗? 蜡黄脸把那个木鱼翻过来调过去,说这样可是他们家世代相传的。 然后又把那个木鱼翻过来,让陪汉林看底下还有花纹。 陪汉林这才注意到,木鱼底部有一些玄妙的花纹,觉得有点眼熟,可是呢,又说不上来。 蜡黄脸就说,这个呀,是范文风陀丽华,意思呢,就是大白莲花,不就是杨贵妃在莲花池里的吗? 陪汉林觉得是有气有笑,说古时古物,就是被你们这些半通不通的人给搞乱的。 什么莲花纸啊?那叫华青纸,怎么能和莲花联系到一起去呢? 能和莲花联系到一起去的只有武则天一个人。 武则天自称是弥勒转世,有莲花相伴,这个莲花标记的法器既然是供奉在明堂之内的,那应该是给他采用的。 哪个蜡黄脸一愣,说按您怎么说,那这就是武则天用过的了。 裴汉林点头,心中啊,大为得意。 自己慧眼通实,又断了一桩公案。 蜡黄脸摸着木云,喃喃自语,说怪不得祖上啊,不让把这个木云随意的丢弃。 原来不是杨贵妃在华清池里泡着的,而是武则天在明堂里用的。